西门吹雪的右手再次倾台 体内那不断进出的剑影速度变得更快了 恍然之中 阿克罗产生了一种一只蝴蝶正从产检中挣脱出来的感觉 剑意 一种全新的剑意正在西门吹雪的身上形成 尽管这种变化来源于外界的刺激 并且只是一种雏形 但只是如此 都已经让强如阿克罗都感觉到莫大的威胁 此次不除 之后必成祸害 我要除它 眼下正是最好的机会 阿克罗头盔下的眼睛上掠过一丝杀机 一种强者的直觉告诉他 眼前之人似乎正经历着 修武者都有过顿悟过程 在他身上 一种阿克罗不曾体会过的危险剑道正在结胎 并且孕育成形 然而 目光略过右臂 阿克罗不禁恨声道 可恶啊 整个右臂似乎已经断去了班 若是右臂真的已经断去 阿克罗有许多办法可以将右臂接回 然而问题是右臂未断 但感知中却是右臂已断 难道说他这一界已经涉及到了灵魂的领域了 心中略过此念 阿克罗心中杀机更深 天魔族最强悍的地方就是战甲 所有的战甲都仿照天魔族传说中 那位最强悍存在身上的战甲 以特殊材料打造 再配合特殊的功法 方才成就了天魔族 自俗接具的强悍名声 但是再强的东西也有着破绽 天魔族的优势在于强到极致的肉身防御 而他的天生弱点便是灵魂 灵魂之道是最难以触摸 纵观整个太古 武学之道能够勤致如此灵魂之境的 少之又少 即便偶有涉猎 也是修为不深 难以有为 即便是久远的年代以前 能够威胁到天魔族 无视其强悍战甲的 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绝对不可以留下他 阿克罗咬牙道 左手一张便将阿修罗之剑射入掌中 五指一握 阿修罗魔剑中弥漫苏 一股星红弱火焰般的血雾 疯 似乎感觉到阿克罗心中的杀机 西门吹雪体内 无穷无尽的剑招迸射而出 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弧形轨迹 接着 某种阿克罗不知道的剑招 招式斩出之后 这些近于虚无的剑痕 又飞快地没入 西门吹雪的体内 如此循环 每循环一次 西门吹雪身上 散发的气息 便会产生一丝未明的变化 一种晦涩难明的变化 砰 阿克罗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一步踏出 大地震动 脚下浓浓的黑雾 如潮涌出 黑雾带着一种 极为阴邪的黑暗气息 那极为邪恶的气息 如潮水般 席卷整个天地 气机扩展至 方圆数百里的空间 冥冥之中 虚空中不知何处 传来一阵阵似乎极为遥远 来自于洪荒一般苍茫的吼叫声 犹若一头 低吟的巨兽一般 西门吹雪的头微一偏 体外剑技 瞬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漫天剑影骤然一直 停滞于虚空之中 随后 一柄柄以肉眼难剑的速度 没入西门吹雪掌中 模糊难剑的阴影铁剑之中 西门吹雪掌中的剑影 暴射千丈 一侧亮如白昼 刺目难及 一侧漆黑如墨 两者一体两面 同为剑形 西门吹雪一步踏出 天地巨变 在凤飞目瞪口呆的眼光中 以西门吹雪为剑 天地被一抛为二 一侧则化为幽深的黑暗 一侧则化为最为灿烂的白昼 便在白昼与黑暗相交接的地方 一道剑痕超越空间 无丝毫差距地 斩在阿克罗的胸膛上 剑影贯穿阿克罗的胸膛 在其身后的虚空上 轰出一个漆黑的 巨大空间通道来 轰 剑招办起 还未施展完全开来的阿克罗 如一发炮弹般 被那一剑直接轰入身后 那不知通往何处的漆黑通道之内 阿 一声不甘的惨叫 拖着长长的尾音 摇曳着 没入那道漩涡状的空间通道内 剑不可闻 几乎是同时 从站立不动的西门吹雪体内 一道巨大的血柱 冲天而起 剑起了数十丈之高 散发为物状 箭落在 方圆数十丈的范围之内 西门吹雪 更是被淋成了一个血人 但身躯依旧是 一动不动的站立着 表情 一如往昔 那黑白二色 乍现即失 凤飞还来不及观察 西门吹雪的情况 一股魔气 自东方而来 化作一个模糊的 猙獰脸形 覆盖东方的天空 就在凤飞惊衣不定时 那股急速涌来 如潮水般的魔气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又如来时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褪去 西方 一点亮光 从清明深处溢出 并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此处掠掠 人未至 一股强悍的剑意 便已朝着西方那魔气 褪去的方向逼去 整个西方 天地尽白 叮铃铃的剑铭之声 相撤云霄 凤飞还未来得及 反应过来 虚空之中 一名嘴唇上 留着两撇黑胡须的 英伟男子 已然出现在 身前不远处 目光略过那人的脸庞 凤飞眼中 略过一抹 惊喜的神色 神情 颇显的激动 来者 正是感觉到 西门吹雪 身上静止松动的 风云无际 与凤飞印象中的 风云无际相比 眼前的风云无际 脸上多了一份成熟 少了一份稚嫩 多了一份沧桑 少了一份躁度 西门兄 你终于醒了 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凤飞脸上激动的神情 瞬间冷却 并恢复到初始的冷漠 不远处 风云无际脸上平静 但声音 却将此时激动的心情 表露无遗 原本处于另一遥远空间 缝隙之中静修的风云无际 一感觉到静止松动 便立刻迅速赶来 但空间穿越极为复杂 而风云无际 原本静止的设置 就是针对剑阁与西门沉睡之间的距离而设定的 一有意动 风云无际便能第一时间赶到 探时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风云无际并未料到 西门吹雪 是在自己将整个监狱迁离太古之际突然醒来 当风云无际绕开一处空间风暴 赶到之时 一场激战已然结束 风云无际的话音刚录 一直站立如山 微然不动的西门吹雪 便如一根木桩般直直地倒了下去 啊 一声惊呼 从风云无际身后传出 一身青袍 虚发银白的剑魔 独孤求败 从风云无际的身后快步传出 一把抱起了西门吹雪 同时快速地将功力输入西门吹雪体内 在凤飞疑惑的目光中 又是几道气息强悍的人影从天空飘落 正是北海顿雾的驰商和泰旋 这几人凤飞都曾见过 这就是他的朋友们吧 凤飞心底发出了一声 无人听到的叹息 目光略过西门吹雪身影 原来 人家陌生男子 也是他的朋友 他怎么样了 风云无际伸出手掌收了回来 隐于袖底 同时关切道 片刻之后 独孤求败抬起头来 没事 只是他的本能 迫使他发出了 超越他实际境界的能力 他 低头看了一眼 垂着头 发丝散乱的西门吹雪 独孤求败继续道 暂时还不易动他 我不知道在他身上 那正在凝结 自行演化的剑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似乎还没醒来 眼下 只有等待他身上 这股最新建议 稳定之后 我们才能带他 回到那处未免之中啊 没事就好 吃伤 太玄 你们小心点 刚刚还在太古之外 我便感觉到一股 极为邪恶的气息 似乎 想要对西门出手 我还未靠近 那股气息 便预先退去了 风云无际抬头看了一眼东方 近乎男人自语道 最近 我把整个太古发生的事情 再次清理了一遍 我总觉得 有股力量 一时在暗中 推动着这一切 或许 那股气息 便是这股力量的一部分 独孤求败三人 闻言微认 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默默不语 一声轻微的声音 从近乎贴近地面传来 风云无际的眉头轻重 寻声望去 这一望 不仅是大吃一惊啊 冯飞 你怎么会在这里 感情 风云无际 虽然有感觉到 西门之盼 还有一个人 却一直没有留意 直到确定了西门无大爱之后 才注意到凤飞的存在 凤飞闻言 突然之间身体挺起 随后 身体一震 又软软地瘫倒下去 则武 突遭陌生强大敌人袭击 族人被图 亲近的三叔被杀 又被人追杀了千里 又被铁锁捆绑良久 无人发现 一系列事情涌上心头 凤飞的心中 是又委屈又苦涩 眼前一黑 却是气晕了过去 你就是这样 让他照顾我的吗 一声无意识的轻吟 从凤飞的嘴角溢出 声音微不可闻 但风云无际 却是清楚地听到 全身猛然抖了一下 风云无际 大步地走了过去 第三百八十五章 未面危机 眼中掠过一丝自责的神情 风云无际的意识破体而出 便欲探凤飞的情况 然而 神识靠近凤飞身体时 脸上不禁露出了一股迟疑的神色 想了想 还是走到凤飞身前 俯身在他鼻前一探 风云无际心中终于一泻 凤飞则是内伤未愈 气急有些紊乱 心神似乎又受了些刺激 这才晕了过去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被铁锁捆腹 还有西门兄在一起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风云无际挥挥手 将凤飞捆绑的铁锁骤然散开 化为一缕缕黑雾 消散在天地间 风云无际的心中 还是有太多的问题 并不清楚 虚空之中 一股股意识波动 残留在虚空之中 其中有一道极为黑暗 而邪恶的意识波动 引起了风云无际的注意 想了想 风云无际长身而立 一身衣袍飞舞 而双眼则慢慢闭上了 原本因为西门吹雪 倒地而止息的天地 突然之间又起了阵阵的微风 虚空之中 一股股许多神级舞者 都难以察觉的神势波动 如涓涓流水般 从四面八方 纳入风云无际的脑海之中 空间并非尽止不变 任何变化都伴随着能量的聚散 与局部规则的变化 这些变化 便是空间所记录的信息 阅读这些信息 便可以了解发生这一空间的变化 即便当时本人并未在场 这些信息 一直存在于虚空之中 并随着时间而转弹 但并不会彻底的消失 如果对规则的领悟达到一定境界 便可读取这些空间中残留的信息 时间间隔并不长 风云无际很轻易的 便读取到了一些信息 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在风云无际的脑海之中掠过 当那空间中 一缕缕阴邪的气息 被风云无际吸入脑海之中 并且重新凝聚 化为一尊 散发出洪荒凶兽一般气息的战甲 一丝丝残留在空间中的信息 不断地化为影像 补充着这副战甲的形象 片刻之后 当这副战甲 由模糊变得清晰后 终于不再有信息 流入风云无际的脑海中 你们既然已经露出了一脚 便别再想隐藏下去了 只要你们再次露头 我必定会抓住你们的 风云无际冷冷道 缓缓地睁开眼 一缕杀鸡从他眼中极虑而过 亦是海内 那副战甲 渐渐地沉入虚无的意识空间中 人族的内讧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止 不管是战族的横空出世 还是风族的异军突起 亦或是火魔再次出现 一系列的事情都将整个原本平静的太古 推入到混乱的深渊 人族的实力不断地受到削弱 这种情况是风云无际绝对不愿意见到的 然而以他的力量 偏偏又不足以改变这一切 与营霍的第三次相遇 让风云无际突然将这一系列断序的事情联系起来 并突然产生了一个推断 一个或许几个邪恶或敌对势力 正在主导并推动着太古这一系列动乱 以削弱人族的实力 继续往前推断 希望看到人族实力削弱的 只能是另外几族了 但若仅仅是他们 还不足以推动太古如此大的混乱 短短时间内 大量的人族死于争斗之中 一系列事情隐隐表明了一个事实 人族内部 摇着魔族的耳目和内应 如果让我查到你们是谁 我一定会将你们统统毁灭 风云无际心中咬牙窃势 右手不由自主地握紧 关节因为过于用力而发白 发出一阵啪啪的脆响声 无际 西门身上的建议 正处于转变 晋升的关头 短时间内 恐怕还难以苏醒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 不亦过长 眼下 恐怕风尊和战地 都已察觉到我们到来了 若是待的时间一长 必受攻击 这对西门恐怕不利呀 任何的意外状态 都可以导致 他身上正在成长的建议 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 不远处 独孤求败的声音 传入风云无际的耳中 略显苍老的声音中 透出一丝焦虑 风尊 风云无际玩味的这个名字 随后对独孤求败说道 这个 我必担心 一直避免和风尊交手 倒不是怕的 而是另有原因 若是他贸然前来 你和池商 互助西门兄和凤飞 风尊 我一个人对付便足矣 而且 风云无际 似乎想到了什么 目中露出思索的神色 雨声却是就此止住 而且 风尊和战帝同时感觉到我们存在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侧 池商手扶着赤销剑柄上 脸上露出一种智慧的冷漠 风尊将战飞捋去 这个时候 风尊若是能在战帝的压力下 有有余力对我们出手 那才是奇事了 独孤求败心中 也不由赞同 战帝 指着两次 便由不得任何人忽视他的存在 忽视他所代表的力量 在太古 战帝 几被默认为至尊之下的第一高手 风尊和战帝之间 还有着许多差别 否则也不会沦落到要靠一个女人来要挟战帝了 对于这种人 不管是池商 大部分的舞者都是相当的反感与憎恶 这也是风族在太古名声甚臭的原因 就在此地 占留数日吧 西门既然已是苏醒 意识上的创伤也正在育权 以我们的实力 如今 却是无需对风族 顾及太多 风云无际思索着 慢慢道出心中所思 风尊不是个按道理出牌的人 我到现在为止 一直对风族都甚为克制 便是顾及风尊撇开我们 直接对监狱弟子下手 毕竟 他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对太古的女性舞者下手 自然也不会忌讳这种行为 舞者的自觉 对风尊来说 是不实用的 池商与建模文言 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 这点也是他们所忧虑的 碰到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若是过于激怒对方 而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损失 那时就算是后悔 也来不及了 风云无际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一举解决风族的机会 而西门吹雪的突然苏醒 让这种机会提前出现 希望到时不会对人族 造成太大的损失 风云无际心中暗暗想到 但即便是他自己 也非常清楚 这种希望近乎于奢望 太古的混乱之源太多了 风族只是其中之一 单单是风族很有可能 最后的结局 便是以风族的全军覆没为代价 而本心之中 风云无际是多么希望这只力量 可以用到对付神魔之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